0800 761 590 有标志安心吃 选择房检局屠宰卫生合格标志禽肉 可确保食肉安全 鸡鸭鸽肉及蛋类要煮熟才吃 详细资讯请上房检局网站 或拨打24小时免费专线 0800 761 590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码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礼拜四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 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免费call in专线 080 787 588 080 787 588 call in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待会下节目 县荣老师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最完整的一个答复给您 好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回复一下 昨天有位这个陈小姐来电咨询 要问到说 她在165块的时候 听电视上有一些投顾老师说 这个大盘已经快要挂了 所以要赶快放空 那她就听她的跑去空了 建林这档股票 空在165 那现在涨涨涨上来 已经涨到1178块 被嘎到了 该怎么办呢 到底是要补还是可以加码放空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建林的基本面 当然它主力产品 大家如果有看我节目比较久的 应该都知道 去年我们也在建林的部分 曾经推荐给会员朋友 最低的时候 还曾经买在这个120几块价位 那去年股价是在一路的大涨上去 最高涨到262块 后来没有卖在最高点 但是也赚了这个不小的一段 好 那在这里来看的话 它最主要能够这个 去年大涨 最主要就在汽车安全配备的部分 包括最重要的安全气囊 里面的充气壳体 现在安全气囊的车 这个使用数量越来越多 以前一台车 大概就只两颗安全气囊 就差不多了 可是现在消费者买车 你会发现很多人越来越精明 都会先问 这台车有几颗安全气囊 两颗而已 不选了 都要选这种 有6颗以上的安全气囊 甚至有一些 这个加上侧边的气帘 还最多可以达到10颗 对不对 那安全气囊的配备 现在是越来越多 这是它业绩能够成长的动能来源 最重要的 所以前三季EPS 去年赚到了6.85 这只有前三季而已 那全年估计9块钱以上 都是持续稳健成长 那新产能的部分 今年下半年 在湖州有一个新厂要开出来 产能又可以往这大幅度增加 订单都掌握在手中之后 业绩又渴望更上一层楼 所以基本面的部分 这家公司 未来这一两年 应该都是有机会 继续的稳健向上来做成长 好那第二个 当然放空 我知道大家应该不会去看那么多 看到一两年去 三月份四月份就要被回补了 怎么办呢 好那这里的确关键来了 看到整个技术面 筹码面的部分 最近会发现到 这波上来谁在买 融资油是在大幅度下降的 对不对 那反而是主力大户库存的一个部分 大幅度在做一个增加 所以看到融资在减少 大户库存增加 一看你就会懂了 原来这档股票 为什么这波会上来 现在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的迹象 所以我会建立陈小姐 或是有去放空见铃的投资朋友 空单要尽量尽早来做回补 否则的话 记得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融券要被强制回补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这个主管机关的规定 股东会的两个月前 融券就要全部强制回补一次 那到时候融券强制回补 可能股价就已经拉高到高档 再被补上去 哇 这地方会更痛 对不对 所以我都会提醒大家 在这里要去比较小心 空单最好尽早来做一个回补的一个动作 免得被嘎空上去 好 回来继续谈到大盘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担心 担心什么 礼拜五美国的川普就要就任总统了 都在担心 英国现在今年要开始正式的脱欧了 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空投老师 在去年英国脱欧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指数在7900点 这个8000点附近的时候 就已经恐吓大家 这个英国脱欧会造成金融风暴 大盘会开始大跌 结果一路的涨到现在 上这个11月份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继续恐吓大家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 全世界会爆发不可预期的风暴出现 所以要赶快放空才对 那现在当然他们还会继续恐吓你 恐吓你说 现在要小心 英国脱欧会造成金融风暴 川普就任会是台湾的灾难 真的会是这样吗 我们先提醒大家 这时候当然消息面的干扰难免都会有 但是技术面 筹码面 怎么说才是重点 那筹码面的部分 特别技术面的部分还是特别注意到 这两天大盘看似没什么动 在这里做一个震荡 但是新手看价 老手看什么 看量 对不对 我们看的是量的部分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昨天指数这样剧烈震荡之后 昨天的量已经回升到764亿 那今天大盘指数看似小跌 可是今天预估量 目前也有700亿以上 今天预估量有770亿 这两天量都有回到700亿以上 那接下来这几天 如果量都能够维持在700亿以上 你要去想一想 当大家都在害怕 川普要就任了 英国要偷欧了 然后台湾快要过年了 为什么量还会有700多亿 敞户都不想买股票的时候 谁在买呢 这一点要去想一想 好 我只能提醒大家 那当大盘多方攻击量 现在如果有700亿以上 5日军量将再度的超过10日军量 这代表什么意义 懂技术分析的你就要去看得懂 再加上抽码面 现在大盘 融券余额来到多少 48万张了 这48万张的融券 都要在3月份 4月份强制来做回补 那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所谓的擦空行情 不是说融券在强制回补的时候 我会把股价推上去 而是一档股票 或是整个大盘 有很多的融券空担 那大户就会看准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知道3月份4月份 融券要强制回补 强制回补就是要在市场上 把股票买回来 去还给券商 那这时候 大户就可以趁着融券强制回补之前 做什么 先把股价拉高上去 对不对 拉高上去做什么 万般拉台 只为出货 是3月份4月份 大户就可以出货 给这些融券强制回补的人 所以在3月份4月份之前 这个行情反而是很有机会 就这样慢慢的拉上去 再加上现在 散户都在放空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外资 昨天台指结算 那外资转仓到2月份的指数 现在进多单 人人高达5.7万口 继续偏多操作 那你去想一想 散户都在放空 外资却继续在做多的时候 这个行情未来会怎么走 我只提醒大家 3月份4月份之前 大盘震荡向上格局 目前在我来看 都没有改变 千万不要去贸然的放空 拉回来应该还是要做多 找好股票来做布局 那这一点我要提醒 我不是要跟那些 放空的这个投股老师 在做一个辩论比赛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股票操作不是辩论比赛 谁讲话比较大声 谁看起来口才比较好 谁就会赢 现龙老师或许口才没有那么好 没有像那些投股老师 讲话那么耸动 哇 看多的就拼命告诉你 股市会涨到几万点 看空的就拼命吓你 哇 这个股市将要崩盘 现龙老师或许口才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耸动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那股票市场不是操这个辩论比赛 结果会证明谁是对的 谁能够运用技术分析 从指标去抓转折 从筹码去看懂人心 从价量去规划好未来 能够去运用技术分析 看懂未来的行情 这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才能够证明谁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谁是对的 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看到 其实现龙老师带会员做股票 我要强调 我不是一个死多头的投股老师 还记得在2015年 股市4月份上万点 达到来到10014高点的时候 很多投股老师 当现在在放空 其实在当时股市上万点的时候 他在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还会在涨 告诉你即使台北股市上万点 本益比还很便宜 还可以继续买 告诉你那时候台湾的总统大选 还再过半年就要到了 告诉你这个总统大选半年前 一定会涨 所以在万点还在拼命带你做多 可是那时候 现龙老师在跟会员讲什么 各位投资 这是当时2015年4月28号 台北股市上了万点 盘中最高来到10014高点的那一天 我说指数上了万点 这两天我除了建立会员朋友 部分的持股 陆陆续续在获利了结之外 今天开始也建立新增空单的部位 要来龙圈放空了 为什么原因如下 第一个预防大盘回档 前几天我已经提到 上周五量能暴增到1646亿 短线已有过热的现象 加上领头洋台积电 未过155前高 大盘已经有警讯要回档了 第二个把握人生 有几次万点可以空的机会 我说过去20年 240个月里面的岁月里头 指数居然只有5个月 曾经触及到万点以上 240个月只有5个月 曾经碰到万点 难得再度见到万点 当然也是难得一遇的空点 对不对 第三个 我说要降低风险 扩大利润 以前我都只建议大家 太弱留强 弱势股先除掉 换到强势股 那现在呢 这个就要看什么扩大利润 做多强势股 那也要去融卷放空 弱势股 两边都做 不但能够去降低风险 更能够去扩大利润 所以呢 接下来操作股市上万点 我们开始增加空单的一个部位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现隆老师 不是不带会员空啊 是可以空的时候 我们才出手 不是像其他头顾老师 要当就当个死多头 拼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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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当就当个死空头 拼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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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在我来看 都是赚不到钱的 好 那去年股市上万点 我说该放空了 也跟投资朋友 跟会员朋友都预告过 小心大盘那一波回档 会跌到哪里 跌到十年线 好 那这时候 真的跌到十年线了 去年一月份 全市场 那时候大盘跌到七千六百点 很多头顾老师 从万点一路做多 结果被套牢 后来 股票 交会员全部 在低档砍掉 反手做空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2016年1月11号 大盘指数那天 重挫什么 105点 跌到七七八八 对不对 跌到七七八八的时候 我来各位投资 我说指数已经来到哪里 十年线上下 这时候 利空之中 会反复来做主顶 我说 行情的低档 现在看起来利空不断 美国股市动不动 就是重挫 一两百点下去 那鸿海营收也在下滑 对不对 我说 行情的低档 就往往就是利空不断 指数会反复震荡主顶 这时候反应该把握反市场操作的原则 什么 人气我取 逢低布局的投资人 往往到最后就会成为波段最后的赢家了 所以去年指数在5960点的时候 我就已经暗示提示过 中期回档很有可能会回滩到十年线 7月份8500点附近的时候 也建议多保留一点现金 等到十年线再来拼大等 后来8月指数 第一次跌破十年线 杀到7203点 刀子还在急速往下坠 然后急速的去V型反转 我们没有来得及把握好 可是现在指数再度重回到十年线的时候 我说什么 这正是另外一次低档布局的好机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县荣老师是在怎样带会员做股票的 我不是一个死多头 更不是一个死空头 万点的时候 我带会员朋友 避开了大盘中期回档的风险 预告会跌到十年线 等到去年1月份 全市场都觉得行情完蛋了 大盘将要正式步入空头 我告诉大家的是 这时候台北股市十年线附近 正是低档布局的好机会 对不对 这是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 1月25号 那时候指数还在7800多点附近 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涨了 跌生反弹不要去买 我说什么 利空催链底部之后 台北股市正在展开反攻 我这指数两天涨了230点 强力反攻 符合我们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接下来观察充满的变化 过去两周 融资予而持续维持在低档 融券空单 过去三个交易日 大增了两万多张 今天指数收盘拉高 突破过去两周高点 谁在买 显示大户已经在散户 这个担心 选后政治 经济局势的时候都在观望 都在放空之际 已经开始大户反手做多 将要推动行情展开反攻 展开轄空行情 对不对 去年一月份 大盘跌到7000 7700的时候 跌到7000多点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告诉你 现在在放空的那些投股老师 去年7000多点 就是在告诉你 蔡英文将要当上台会 台湾的总统 将会造成金融 这个台北股市的大跌 那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台北股市 已经利空淬炼出底部 要展开反攻了 所以到最后 你可以看到 谁能够去帮助投资朋友 成为真正的赢家 现在台北股市 已经涨到了多少 涨到9400多点 对不对 去年如果跟着我在这里 从万点开始 避开这一大段下跌风险 ABC三波拉回 十年线附近 全力做多的投资朋友 现在是不是波段的大赢家呢 大家却看得很清楚 那接下来的行情 我只能够提醒大家 现在当大盘的一个融卷 来到48万张 三月份四月份 又要强制回补了 而外资还在持续的 抱着手中指数的净多单 5万多口 继续偏多操作之后 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指数 你去想一想 如果真的 英国脱欧 会造成金融风暴 川普就任 会是这么大的一个 台湾灾难的话 最了解国际局势的外资 应该现在是手上 一堆的指数空单 那为什么他抱了一堆多单 好好去想一想 我只能提醒大家 三月份 四月份之前 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让他回来记得 还是要继续把握 做多买好股票的机会 至于哪些好股票 值得大家来做留意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第二阶段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头部 接听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高老师 集品超盘团队 入会专件 02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白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获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部 02 27810909 02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得拍气密窗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大盘指数在9300 9400点附近做震荡 很多人都会想 想说 哎呀 现在行情好像又看不太懂 我等过阵子 行情趋势比较明朗 再来做进场好了 可是你要去思考 什么叫行情比较明朗 很多人都是等指数整理的时候不敢买 等到行情又冲高大涨了一波上去 这明朗了 这个可以买了 多头来了 才要去买 结果呢 你会发现 这时候行情涨上去 强势股早就已经喷出了 你不敢去追高 对不对 那去追高当然风险也很大 好 只好去买一些没有涨过的股票 结果呢 如果是好股票 你要去思考 早就应该带头涨 指数都涨了一大段还没涨过 通常我就说 不是筹码面 就是技术面 甚至是基本面有问题 对不对 那你总是在行情冲上去以后 才去买一些基本面筹码面 这个有问题的股票 买到弱势股 难怪到最后赚不到钱嘛 对不对 那要改变这种宿命 怎么做呢 我都会叮嚀大家 就是要行 趁着别人在这个指数震荡 扑朔迷离 大部分的人都不敢买股票的时候 你能够去找到好股票 来做出手 然后做好布局的动作 接下来行情发动上去 又可以稳稳地坐在轿子上 这样才能够稳扎稳打 成为赢家 所以如果说你要问我 现龙老师 有什么股票可以买了 哇 连标个几只涨停 这个过年前可以赚到红包 我说 最近很多头顾老师 都在送大家红包 我这个告诉大家 来店就可以 有这个股票可以涨停板 我都说 你不要来找我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做股票 你会发现 如果你总是想要买了 哇 就会标好几只涨停 你总是相信那些 头顾老师讲的神话 神棍讲的话 你加入过很多这种头顾老师 到最后 真的有赚到钱吗 最后赔钱的是谁 是你自己啊 对不对 那现龙老师 我不会讲这种神话 我只会秉持着 我做股票的原则 锁定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到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来推荐给大家 所以今年有爆发力的产业 2017赚钱密码 锁定在爱车大物 这四个字 爱指的是iPhone 8 车指的是车用电子 大指的是大数据 物指的是物联网 这里面有许多的一个商机 就值得大家来做留意 就像我最近跟他谈到 我们研究团队发现 中国在这个135的一个 这个计划里面 现在为了要解决 所谓的一个埋害 空气污染的问题 正在积极推动电动车 但电动车 它补助的方向 以前是补助在车子 现在呢 已经开始要加强 充电设施的奖励制度 都已经定出来 那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 目标都已经定出来 2015年底的时候 全中国公共充电桩 仍然不到5万个 到去年底 已经增加到15万个 增加了两倍的幅度 到今年目标价新增高达 80万个充电窗 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数字的成长 那就是因为充电车越来越多 不赶快设计一些充电窗 以后车子没有办法在路上跑啊 对不对 那2020年的时候 整个充电站的数量 比较大规模的充电站 将要达到1.2万个 充电桩更将达到480万个 所以你看到 这是一个庞大的商机 正在成长 而Tesla现在在全世界 也已经超过769个地区 都已经这个 部署了4800多个超级充电站 计划在到了今年底 2017年底的时候 整个超级充电站的数量 再增加一倍 而且要升级到最新的 第三代的设施 所以你看到 现在不管是美国的Tesla 中国都在广大幅度增加 这些充电站设备 那这里面我们就去留意 电动车的一个充电站 哪些架构有机会 举个例子 像知貌 它深耕中国充电站设备 已经非常多年 对不对 这之前我们就已经介绍过 那这一次 在1月份的时候 再度提醒大家 技术面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这是1月6号的时候 股价后来就先发动一波上去 当然大涨我都说过 机长不要去追 等到压下来 这个地方可以买 我们会再带着会员朋友 继续来做布局 你自己不要去乱追高 我只能说 我们仍然持续在看好之中 另外在物联网商机的部分 现在也进入到成长期 那这个商机非常庞大 大家都知道 人人想分杯羹 我只强调一件事 业绩真的能够因此成长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 所以你看到 信隆老师推荐的股票 不是那种 只有题材的股票 挂股价 标的时候很会标 然后一退烧 股价杀下去 怎么涨就怎么跌下去 甚至高点不再来 很多都这样 这种投机股 我们就不碰 我们只找业绩会往上 真正在成长的 就像当时上个月 推荐大家的台药 对不对 不就是在11月营收 开始向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股价也大乎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推荐给大家 现在已经涨到四十几块了 对不对 包括2421的一个见准 也是看好它生产的一个车用的散热模组 大幅度成长 营收开始连续两个月创新高上来 股价那时候也大乎在进货 转强讯号推荐给大家 现在呢 今天股价目前又拉高上来了 对不对 已经重回到三字头的价位了 这就是我们在找的股票 接下来 新黑马的部分 也正在锁定一档 大乎在进货 股价转强的物联网新黑马 它生产物联网相关晶片 营收比重高达百分之百 第三季因为台币升值 产生了一些汇兑损失 获利是低于预期 但负利空已经反应完毕 第四季台币指稳 新产品效益又开始显现 第四季的营收又渴望大幅度上扬 甚至获利我估计会有倍数成长的机会 股价在这里也发现 有大户在进货 正有转强讯号出现 也正是我们在锁定的一档新黑马 所以你会看到县荣老师 做股票 我要请你注意的是什么 我做股票的一个方法 有一个所谓的SOP 就是这么认真的 我们强调的专业用心跟诚信 所谓的专业不是在电视上表演说 今天买了什么又长停板了 那些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都是用骗的 我相信你可能都被骗过 那我们的专业是真正认认真真的 在帮大家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这样的股票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而且坚持在大户低档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低档来做买进 大波段操作才能成为赢家 就像当时我们看好穿戴装置 二轮一滴的商机 领先全市场推荐大家 五二四五的至今 不是飙翻天了一百多块才去追呀 对不对 五十几块就带会员朋友买进 赚到大波段的利润 就像当时我们看好喷射引擎 涡轮增压系统的商机 对不对 推荐大家四五五一的自身科 那时候股价才六十几块 领先全市场低档来做布局 八十几块继续推荐加码 才能够赚到这样一个又一个 波段倍数的获利机会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当大户低档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大波段操作 大波段的获利 如果说投资的话 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指名加入 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带着你当现在全市场 还在半心半仪 指数还在整理的时候 再来找下一支至今 找下一支支撑科 找一个下一个大波段获利良机 好好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见 本投公司云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好无知风险 运达资料仅供参考 高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0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以上是记者少庭 在街头的采访报道 记者目击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响撞 造成三人受伤